今天的在地真台湾故事 我们要带您看到 云里有一位国标舞老师 叫做蔡秀慧 她每一年都会带着她的舞群 到各地的安养机构 跳舞给长辈看 而今年暑假 她还带着孩子一起去跳舞 跟现场的长辈来互动 蔡老师她今年还给自己 50场的目标 目前都已经被预定额满了 她还说明年如果说有能力的话 一定会再加码 在安养院的大门广场 来了一群穿着鲜艳的舞者 有老人 有小孩 卖力跳着国标舞 动作精准 好吸情 老人家坐在轮椅上仔细欣赏 这是云林县大皮乡的 一间安养机构 由蔡秀慧老师领军的 国标舞团队 来跟老人家们舞蹈互动 带动气氛 欣赏演出不需要花钱 这是公益表演 原本应该悠哉过暑假的小朋友 放弃玩乐的时间 也来到这边跟老人家互动 他们觉得很有意义 老人家就是身体就是都没什么办法 所以说我们就借了这样子轮椅 这样子然后就带他们这样子 一起这样子活动 然后让他们活动一下 而其他乐林国标舞的团员 虽然自己也有把年纪了 但是能贡献社会 而且有舞台 可以让自己所学 有发挥的地方 也很乐意配合这项一眼活动 选选的出来运动 喜欢运动 我对身体也是很好 老师都很热心地教我们 阿嬷还可以穿一个火辣的衣服 对啊 高兴快乐就好 参修会老师的国标公演团 今天来到了屏东 这回还带来了文艺国标舞者 他们来到坎顶的日照中心 在老师以及舞者的带领下 这些老人们一起蹦蹦跳跳 好久没有这么欢乐的情绪了 感染了周遭的每一个人 肢体动作尽管没有这么协调 但是长久以来没有活动的筋骨 总算有机会得以舒展 开始其实是跟朋友一起来看而已 那没想到看了以后自己喜欢 然后就开始 现在都把所有的活动都摆在舞蹈 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被人家帮忙起来 所以会让我们很健康 那我们现在也有年纪了 也想做一下我们以前 想做过的体验的那种感受 蔡老师是国标舞的老师 同时推广文艺国标舞不遗余令 今年开始到各个安养中心 跟老人们互动 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心中 没能及时尽孝道的遗憾 本来就是希望是全神跑透透 那刚好有一个姻缘的机会 那他们这边刚好透过Facebook的时候 那这个界面的社工组长 是以前在一店的 那他认识我 他就在Message上面问我说 老师我们屏东会不会很远 我说想去的话 什么地方都不远 都是顺路的 下次我要到台东了 蔡秀慧老师 今年50场的目标 早已经被预定额满 她说有能力的话 明年会再加码 希望让更多的长辈 感受到他们的心意跟热情 民事新闻 郑孝清云林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放 一个旺方不够 是否也能带在这里 您可以超过